政治话题来聚焦 近期累参选动作频频的新北市长侯友宜 再度出手协调立委初选 国民党新北市议员刘哲璋日前登记 要挑战七连霸立委罗明才 经过与侯友宜的深谈后决定退出 对此侯友宜表示非常敬佩刘哲璋 至于党中央表示 2024征招的人选就会在侯友宜 或者是鸿海集团的创办人郭台铭当中选出 侯友宜则是以接力赛做比喻 表示一个人跑或许跑得快一点 但团队一起跑会跑得更久更远 侯市长亲自登门拜访促悉长谈 新北市议员刘哲璋没有不甘 决定放弃挑战 现任立委罗明才退出蓝营大新店 立委初选 我很感动一点就是 其实他不是来劝退我 他反而是鼓励我继续选下去 为了整个团队的合作 他毅然截然厌力牺牲 成全团队 我个人非常的敬佩 继新北第一选区 侯友宜再次出手协调 成功拆弹 展现超强母鸡实力 厉头串联机 北北桃师傅 组队比马拉松 接力赛 看似营造团结气势 侯友宜近期 累参选2024次动作也不少 外选侯友宜选举策略有两大主轴 首先参考前总统马英九 竞选连任时 在台湾各地成立分战 首站就从家乡家义出发 再来侯友宜不会辞市长 专信即将开始的新北议会总质询 过好自己第一本命区 但周二才要对外说明 仿日成果的 后来创办人郭台铭 是一大变数 毕竟党中央先前才表明 要从郭侯两位最有实力的人选中征兆 就像我们铁道马拉松一样 一个人跑也许跑得快一点 但是团队一起跑 会跑得更久更远 跑得更好 用接力赛比喻选总统 蓝衣2024共主谁来当 就快见真章 讲述阳远达冯浩宇 新北市报导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